我有了趁心如意的宝宝 2008年3月11日 我和母亲一起打了地脏期 此后我的身心和家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收获真是太多太多了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我有了趁心如意的宝宝 从2005年起 我先后失去三个未出世的宝宝 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通过修行六部曲 2009年11月 我终于有了趁心如意的宝宝 真心感谢佛菩萨无尽的慈悲 感谢一切给予我帮助的同修 也祝愿天下的父母都有趁心如意的宝宝 痛苦与转移 2005年 都出现了问题 无缘无故地痛哭 发脾气 有时站在阳台上就想 干脆跳下去 一了百了 两次晚期流产 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身体越来越差 在街上走几步路 就浑身难受 需要停下来休息 公公婆婆就掀上一个儿子 抱孙心切 在得知我两次怀孕未果的情况下 竟有了让我们离婚的念头 先生的工作不顺利 我又因为怀孕而辞去了工作 父母的身体也不好 我们全家就好像生活在地狱当中 几次重大打击 使我开始重新审视人生 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是金钱 是名利 为了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开始学习气功 已故的气功师马老 说过一句话 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众生接我父母 他一生行医救人 最后为了救人 耗尽自己的生命 我一直在思索 他行为背后的心灵力量 是什么 让他能够为别人牺牲自己 而我自己呢 处处为自己盘算 甚至不顾肚里的孩子 为了自身发展去考研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南方有一个医师 忘我的去救助病人 我前去找他 相信能在他身上 找到这种力量 他把我带到了佛门 把地藏经介绍给我 在佛门外 几经徘徊之后 我终于在2008年2月底 开始学习地藏经 可如何具体修行 还是很迷惘 很幸运 我在网上顺利地报了明达七 在读读地藏经的过程中 我认识到 地藏王菩萨 以救母亲的心救众生 这不就是众生接我父母吗 我当时高兴极了 终于找到心了 也许由于打七中 真诚心不够 我的收益还不如 怕上当受骗 陪伴我来的母亲多 同年四月 我和几位打过七的同修 一起去做了一工 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虽然也在努力 可很多时候 克服不了自己的习气 懒惰 贪吃零食 不够精进 分别心中 人来多了 会嫌麻烦 别人好心指出来 还不高兴 到场就像一面镜子 时时照出自己的毛病 五月 父亲看到母亲和我的身体 因按照六部曲 修行越来越好 也和母亲 一起来参加打七 先生对我吃素 原本是持反对意见的 这让我比较头疼 打七提倡 要先自己好好修行 有变化后 再影响家人 果然 先生在看到父母和我的身心 都发生变化后 2008年底 也开始按照六部曲 修行 其后 公婆在先生的影响下 也每天坚持败颤 他们十字不多 每天念地藏王菩萨圣号 公共败颤后 戒掉了几十年的烟酒 至此 我们一家六口 全部登上六部曲的爆发 打七 使我们全家的生活 朝好的方向变化 就像慢慢从地狱里 爬出来一样 先生的工作越来越顺利 考取了2009年 公派留学的奖学金 父母和公婆的身体 越来越好 我也慢慢摆脱了原来的抑郁 笑容又重新回到脸上 道场 是武卓鄂市里的人间净土 是同修们共同建立的避风港 做义工的短短一年里 我生活得非常开心 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促进 我似乎把外面的世界遗忘了 先生和父母 几次提起孩子的事情 我都一直推脱 一方面是不想离开道场和同修 另一方面 也是由于前两次晚期流产 对我造成了心理阴影过大 每次想起来 人痛彻心扉 我想逃避 不想面对 有一次和一位同修聊天 他问我 是真的为众生吗 我惭愧了 自己每次做事情之前 还在算计 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会不会伤害自己 真的为别人考虑过吗 就拿孩子这件事情来说 我考虑过公婆 父母 先生的感受吗 公婆年纪大了 抱上孙子 是他们唯一的心愿 先生很孝顺 想满足公婆的愿望 父母为我操进了心 希望我能早日有宝宝 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 只是自私地考虑自己修行 天天念地藏经 和别人讲地藏经是孝经 学习地藏王菩萨 要孝养父母 我却连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到 对自己的父母和公婆 都没有做到孝养 更何谈众生为我父母呢 再说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 也在障碍着自己的修行 我必须勇敢地面对它 解决它 怀孕生子 备孕期间 我按照六部曲的方法 念完地藏经回向后 祈求地藏王菩萨 赐我一个福德之子 大概祈求了两个多月 我就怀上了宝宝 怀孕以后 我和父母以及先生 陆续为腹中的胎儿念经 多的时候 一天能达到二十多步 由于前两次的晚期流产时 医生要我卧床休息 本来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为了不让双方的老人担心 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怀孕以后 除了去医院 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卧床 我每天的生活 就是念经 念忏悔文 累了 看看佛学书籍 听听佛教音乐 先生下载了 磁光网站上的学习录音 我每天也听一段时间 为了孩子 我不上网 不看电视 怀孕有很多忌口 我也寄掉了爱吃的零食 妈妈总说 这个孩子是来度我们的 我想的确是这样 以前听讲 大师至菩萨念佛源通章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我不理解 有了这个孩子以后 我明白了 那是一种全心全意的 无私的付出 我怕他处在寒冰地狱 不敢吃冷的 怕他处在巴热地狱 不敢吃热的 怕他缺氧 卧床只敢左卧 等等等等 菩萨对众生的心 就如同母亲对子女的心一样 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我们 而我们 辜负佛菩萨太久太久了 我们离开 如父母一般的佛菩萨 也太久太久了 呕吐 认沉高血压 认沉糖尿病 贫血 反胃烧心等 这些怀孕期间的常见问题 我孕期 一样也没碰到 产检的每一项都达标 虽然一直在卧床 没怎么活动 胎儿却在28周时 自动变为头位 36周去产检 B超显示 无期待绕井 胎头已经入盆 各项指标都非常好 39周第三天 下午三点半 腹部有下坠感 以为又是假公缩 不过想想 一周一次的产检也该去了 还是去查查安全点 到了医院 已经四点半多了 大夫一查 说宫口已经开两指了 赶紧让我入院 办完手续六点半 大夫让我多走走 活动活动 等宫口开全了 再进产房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就在房间里溜达 和大夫护士聊天 八点多了 开始疼痛 我想 症痛开始了 就念地藏王菩萨圣号 不到一个小时 大夫就让我进产房 我不相信这么快 也没他们说的那么疼 就和大夫说 我不去 我还没疼多长时间呢 大夫一听就乐了 说 你宫口全开了 快声了 我一听 也不用护士服 自己赶紧走进产房 上了产床 大夫让我用力 我边用力 边大声念圣号 当时还担心 大夫不让念 没想到 大夫笑呵呵地对我说 念吧 菩萨会保佑你的 用了两下力 大夫就说 看见头了 宝宝也真争气 我明显感觉到 他自己也努力往下走 再用了两下力 宝宝就出生了 是个男孩 真正从进产房到生 也就十多分钟 当时自己都觉得 不可思议 这也太顺利了 宝宝非常健康 皮肤滑溜溜的 有着黑黑的眼睛 和长长的睫毛 出生后不久 就睁开眼睛 四处打亮这个世界 很有意思 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生完三个多小时后 就自己下地 半天就能到处走 感觉经历很好 有同修打电话过来 听我的声音说 这哪像刚生完孩子的 这么有底气 从怀孕到生产 我完全颠覆了 大家和医生的想法 他们都认为我年龄大 有不良产时 再加上长时间的卧床 肯定会出现肌肉萎缩 胎位不正 难产 估计肚子上还得来一刀 事实证明 这些全没有发生 尤其是最后的生产 医院的人都说 少有的顺利 有老人说 这是修来的 我想 这就是全家按六部曲 修行 大量念经的结果 宝宝出生后 确实如地藏经所说 安乐一样 出生第四天 就能咯咯地出生效 第五天 小腿一蹬 自己就会从仰卧 翻身到侧卧 出生第八天 就会手脚并用往前爬 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惊奇 平常不哭闹 像个小大人 和好待 宝宝的新生儿黄胆 一个多礼拜就下去了 期待脱落也很顺利 从出生到现在 身体一直都很好 吃饭 睡觉 大便 也都很有规律 去医院检查打疫苗 也不哭闹 大夫都夸他 发育得很好 很快 宝宝很爱笑 说的第一个字是 妈 第一个词是 爱你 第一句话是 我爱你 看到谁都笑着说 爱你爱你 平时有时间 我就在他身边念佛号 他也很安静地听着 很可爱 我自己 由于长期卧床 再加上肠胃一直不好 气血虚 导致母乳不足 我在网上查资料 找偏方 资讯有宝宝的童修 和木瓜水 莲藕汤 抓中药等等 都收效甚微 我怀孕 我怀孕 我怀孕的时候很想拜大颤 宝宝满月后看到同修们都很精进 就开始拜颤了 开始只能拜小颤 慢慢就拜大颤 让我意外 让我意外的是 母乳竟然越来越多了 不过我只慢慢拜 运动量大 可能会导致母乳发酸 保胎期间 我认识了一个38岁的孕妇 子宫内膜异胃 卵巢切除一个 大夫说很危险 母子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他听从我的建议后 念地藏经 也平安产下一个很好的男孩 几点体会 我怀孕的体会和一些反应 从打七到现在 我一直吃素 大概有两年时间了 怀孕以后 就比平时多吃了些花样 早餐一般喝五谷豆浆 全麦面包 芝麻饼 中午一般就是吃 普通的蔬菜 豆腐和饭 晚上喝点粥 平时吃点核桃 松子 红枣 水果等等 宝宝出生后很结实 反而比吃肉的孩子身体要好 满月去医院打疫苗 体检 别的小孩 有的缺钙 有的缺维生素 大夫让补充鱼肝油什么的 我们的宝宝什么都没让补 营养一点都不缺乏 二 放生 怀孕期间放生 可以帮助宝宝增加福德 让宝宝在还没有出事的时候 就做善事 我想宝宝会很高兴的 放生后 肚子里的宝宝会开心地动来动去 非常可爱 三 要相信佛菩萨 坚持念经 在怀孕过程中 我有过恶业现前的时候 坚持多念经突破后 会有很轻松的感觉 一定要相信佛菩萨 会根据我们的情况 做出最好的安排 我感到 怀孕越到晚期越顺利 心中的道路顺了 外在的环境自然就顺利了 一定要坚持 尽量多念经 四 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 目不是恶色 耳不听吟声 口不出傲言 要尽量给胎儿一个 良好的内外环境 我基本上做到了 远离电视和网络 看些有意义的书籍 五 佛室门中有求必应 怀孕中的准妈妈 或多或少 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 孕早期和孕中期 我在念经回向后 都会祈求菩萨 保佑怀孕过程顺利 孕晚期 我祈求保佑孩子 平安健康顺产 菩萨都满我愿了 感恩佛菩萨 四 温暖与感恩 今年的冬天 虽异常寒冷 但对于我们全家来说 却是温暖丰收的季节 先生从国外顺利学成归来 宝宝的诞生 使我们一家人 每天都沉浸在 欢声笑语当中 我呢 从孩子孤孤坠地那一刻起 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终于克服了自己心底最大的恐惧 放下了我最难放下的 战胜了懒惰和贪吃 最重要的是 学会了如何无私地为别人付出 养育素宝宝是幸福的 它总能带给你意外的惊喜 对父母而言 我们也多了份责任 要更加精进才行 才能不辜负 佛菩萨赐给我们的宝宝 现在我们一家七口 过得非常踏实 幸福 感恩地藏王菩萨 感恩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我的父母 他们在我怀孕期间 为胎儿诵经 大部分都是贵诵的 感恩同修们 在我怀孕期间 对我的帮助 支持和鼓励 感恩大家 北京 薇薇 女 三十四岁 后季 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我们全家 从修学六部曲里所得的益处 远远不止我在上文中 所提到的这些 做完月子后 我就开始着手写这篇日记 本来想写得更详细点 等宝宝满百天 按地藏期修行满两年的时候完成 可前两天 在网上看到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 聊天中得知 他正承受着失去孩子 家庭面临破裂的痛苦 这与两年前的我 何其相似 在给他介绍六部曲 游去相关书籍后 他对我说 要是早知道 早点能学 多好啊 我流泪了 我是多么幸运 我的家人是多么幸运 我决定 早点把我这段经历写出来 希望能对现在正经历 或曾经经历过和我一样痛苦的人 有点帮助 请一定一定要相信 如父母一般的佛菩萨 坚持按照六部曲的修行方法修行 就像打击手册上所说的 海不择细柳 故能成其大 佛菩萨苦修六度万横 不弃一善 故能成大光明功德山 大家一六部曲 修行方法 坚持修行 规范自己的身口意 消除业障 赔击福德 使身心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必定能够成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至成鼎里感恩 诸佛菩萨 至成鼎里感恩 所有的义工师兄 你们真正为苦难的人们 提供了一个幸福的家